今天这个日子非常的特殊 今天是善和令的大结局 同时也是我第一次以职 第一次以品牌代言人的身份 然后进入到直播间 然后一来到这个场所的感受就是 哇塞原来直播需要这么多人 我以为直播只需要一台手机 然后对着聊就行了 首先是制片人还有导演找到我 然后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剧本 给我看 然后看完以后呢 就很喜欢这个本子 也同时很喜欢里面的角色 就充分的印证了粉丝们说的一句话 十年硬汉无人知 follow的非常紧 对 所以大家可能还是对这种 就可能就是 可能因为市面上可能有很多 就是说霸道总裁 或者是也生活当中 说明大家不仅是戏里面 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 大家也会喜欢那种 比较温柔和善解人意的这样的人 所以他也会正好周子书也有这个特质 然后所以大家才会去这么的喜欢这个角色吧 嗯 嗯